我叫王天仁,是香港的藝術家 平時主要是執行回收卡板做一些雕塑創作 今次我和Mplus感探號的合作有些不同 我選了食物、聲音、建築作為主題 名字叫十萬個為什麼 其實很想挑起他們想更多不同的問題 讓他們了解一下原來藝術可以是一個思考的過程 而不是只是一件作品那麼簡單 原定的計劃,我們有很多人聚集的活動 無論是這輛車可以駛入學校或駛入公眾的地方 但疫情的關係就不可以了 於是我和Mplus的團隊一起談 都開始將一些我們的概念 或者想引發大家想的提問 都轉為網上的形式去繼續進行 網上的節目方面其實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我們參考了學校停課時候的安排 就是用一些網上的平台做工作坊 透過網上的形式做了一次的對談 第二個階段就將一些我們日常生活 因為疫情影響的一些情況作為的切入點 就拍了一些短片去刺激大家 留意一下其實我們生活上的東西 可不可以多一些觀察 有些什麼轉變 第三個階段我們就拍了兩段 像電視節目那樣的影片 一個就是問答遊戲 一個就是用餐體驗 像真人騷的記錄 就希望透過這個節目 引起大家更多的思考 而對象就不再只是小朋友 其實就是想大人看到也有所啟發 到後來疫情緩和了少少 我們終於可以有些實體活動發生 我們就將車上原本發生的東西 就將它轉變成入貨室的一些活動 過程裡面都會運用了不同的材料 都是試了用聲音和用食物做的主題 都實踐了很多不同的創作 當個小朋友他問我們 一人哥哥可以不可以這樣 可不可以這樣 我覺得嗯就正了 正正是中了我們這個活動的核心 就是很想將這個 可不可以的大問號 就是中了他們的心裏 接下來我們今次活動的主角 就是這個M Plus錦探號這輛車 終於都找到一個合適的地點 就在西九文化區的海賓平台裡面 就是停拍開放給公眾的 除了有一些我已經準備好了的作品 也都準備了一些貼紙 希望大家將心裏很想問的問題 寫出來給大家再一起思考 接下來還會有很多一連串不同的活動 我們都會陸續安排發生 今天我們要請到那邊 小朋友們 就會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